鸭头角彩石里有糖狗跌落沙井被困 不停吠叫求救 星期二早上6点多 有途人听到狗吠声于是报警 消防员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 接报到场多次尝试将糖狗救起 但未成功 只两尺长的糖狗反而受惊 鼠入沙井的通道 令消防员一时间束手无差 它缩在这边的洞 嘖嘖嘖嘖嘖 哪个洞 在雷头这边 那里有铁颈这边 最后消防员想到用力吸引糖狗走出通道 并迅速耳目反倒塞通道口 然后以狗索将狗捉走 要让大约两个小时 成功将糖狗救起 交由爱护动物协会带走处理 Ontv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 很快 在本台上 хотел认识